大家好我是叶瑩飞 今天讲电影《一代宗师》 剧情主要讲 中华武士会会长 八卦刑义们掌门 龚宝心 在北方来到广东佛山 举办人退仪式 其手套马三 在宴会上打伤了 多位佛山的武术家 以至当地武术界 推举泳春高手 叶文出战龚宝心 龚宝心得知叶文挑战他 便亲身去看叶文是什么人 光巧在街上遇到叶文 和数十大汉对打 叶文以泳春的船章 全径配合脚法 将全数敌人击倒 龚宝心甚至遇上敬敌 就去请教他的师兄李传义的意见 李传义其实是龚家的第一号杀手 李传义不赞成龚宝心和叶文比武 因叶文只是一个年轻晚辈 如果他输了都没什么大不了 但龚宝心乃是一代宗士 如果输了就将门派 和自己的声名都输去了 龚宝心的女儿龚儿 从未见过父亲如此忐忌不安 于是就和龚宝心说 叶文只是个小辈 我代你和他比武 不需要父亲动手 但是遭到龚宝心的拒绝 因为他深知叶文的利害 最后龚宝心和叶文只是思想上的比试 叶文赢了 电影《一代宗斯》里面曾经说过 习母之人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见自己 第二个阶段就是见天地 第三个阶段就是见众生 究竟什么叫做见自己呢? 第一个阶段见自己 就是了解自己的强弱 了解自己的特性和自己的价值 而积极努力追求自己的目标 第二个阶段就是见天地 就是了解外面世界的事物 与自己的能力和价值观作出比较 自己现在身处在什么位置? 自己的价值又在哪里? 第三个阶段就是见众生 见众生就是把自己的能力 推广给每一个人 发挥自己最大的价值 就像习母之人将武术盛传给下一代 将火种燃点到全世界每一个国落 这就是叶刑飞对习母三个阶段的解读 另外想说一下 叶问曾经去公家找公义 但是遭到公义的管家拒绝 管家更说 公家不是没有人 你回去吧 公保森死了 公义重伤 废了武功 公家还有什么人? 这个人就是去找叶问 闲聊和帮他点烟的李传二 原来他是想杀叶问 为公家挽回明星 他在点烟的时候想用劍子直撲叶问的眼睛 公家一外一内 一外就是公保森成为北方的第一高手 一内就是李传二 北方第一杀手 但叶问的荣春拳以藏杀见清 李传二想趁点烟的时候 以劍子出击直撲向叶问的眼睛 但叶问早有准备 以掌贴着这个桌边 只要李传二一动 叶问就发惊 将桌撞向李传二的胸口和肋骨 李传二就必死无疑 所以最后 李传二都没有出手 只是说公家六十四手 你一手都再看不到了 接着就离开了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按订阅